好 我们延续上一集提醒雇主必须要提早因应 避免保费大涨之后面对公司雇员 在公司团保 健保还有自行健保两者之间 应该如何选择呢 东西文和华星保险联手推出的 我该怎么办系列报道 本周特别制作因应保费大涨单元 现在就带您一块来了解 其实如果说今天您是公司的员工 或者是HR的Manager 因为很多的HR其实您也是公司的员工 那您想要去看一下说到底公司这一端 您如何要去平衡公司的budget 加上员工的福利 其实要看一下你们公司的状况 每一间公司状况不同 举个例子来说好了 如果你们是一个五个人左右的公司 那公司员工的平均年薪并不是真的太高 而且您可能知道 您的员工有很多人 他们其实家里面有不少的抚养人口 那在这样子的情况下 用公司做健康保险 其实并不是唯一的选择 为什么呢 因为从2014年开始 有了ObamaCare之后 其实如果您的员工 他们的收入符合政府的规定 其实他们是可以去跟政府 拿政府补助去购买健康保险的 但是呢 这个员工呢 会因为你们公司 开放了健康保险计划 而失去这样的权利 好 看问题走 答案滑行保险 我该怎么办 系列报道 星期五呢 将与观众朋友探讨 如何选择福利最好 费用最划算的保险计划 而本周末星期六的晚上呢 还会会整一周精华 完整介绍 保费上涨的原因 以及因应的方法 进行锁定 回领s 接下来 1 晚上 indigenous